台北线三重的这一家跆拳道管理教练 因为呢拿藤条鞭打迟到学生的臀部 导致淤亲被家长一状告上了法院 检方认为呢这跆拳道比赛呢 是互相对打的竞技项目 过程难免会受伤哦 那么教练用意虽然是导证学生的态度 不过以藤条来鞭打确实过的 嗯 就这边 那我这边 还有这边 去年六月份 陈信南学生因为上课迟到 被跆拳道教练以藤条鞭打 手臂还有肚皮留下瘀青伤痕 当时还有其他五名道管学生 也在教练的指使下 轮流上场和陈信南学生互相对打攻击 但是陈信学生并没有穿着护具 道服上留下血迹斑斑 做家长的认为教练管教过当告上法院 这种事情不是小朋友上去 这都是教练 教练会跟小朋友说 好 现在换你上去 然后你下场另外一个再上去跟他打 通常都是教练指使的 女教练以伤害罪被起诉 透过电话只淡淡表示 尊重司法 会对这个起诉有什么意见吗 那我们尊重好不好 其他五名上场攻击的道管学生 原本也一并被告上法院 但是检方认为 他们是在教练的命令下 才出手攻击 非蓄意伤害 贞结不起诉 最近新闻萧之光许少平 特别报道 我只能不能在家里面 我只能在家里面 我只能不能在家里面